QQ音乐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王源 这一次呢是会有直播加live的形式 第一次没有观众 所以说还是感觉挺不一样的 招募这个名字呢 其实是这样想的 就是招募对应的是清晨和晚间 同时招对应的是我白天的生活 那晚上募则是对应了 我晚上在舞台时候的样子 是两个身份的跨越 引申出来表示 就是说我一天经历的生活的转变 也是想表达一下 和那些关爱我的支持我的喜欢我的人 一起共度一天吧 而且二十岁不仅仅是那一天的招募而已 还有为了很多很多天 这次的演唱会曲目呢 就暂时那个小关子吧 就先不透露了 这一次演唱会 其实我们也有想了很久 有其实也挺不一样的 然后稍微透露一点点就是说 相对于去年来说 简约但不简单 蛮酷的 我还可以期待一下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我也没有 纯属凑巧 开车最远的 大概是在国外的时候吧 可能开车两次 就开三个小时去海源玩这样 我始终的 狼疾天涯的勇敢 把走过灯路再退回走一遍 至少让这杯咖啡风味稍微变天 记得这种苦涩感你好像 《花泛》这首歌其实没有大家想的那么 复杂 只是听到旋律的时候觉得非常好听 然后 就在旁边的办公室二十分钟就写出来了 对 最近的话听了很多很杂的风格 有爵士啊什么 那最近邓俊彤的歌我还蛮感兴趣 她的四平台 其实唱 之前的唱作人可能更强调于个人原创 我们的歌呢是传承合作 收到邀约的时候觉得比较适合现阶段的自己 所以说就去了 而且我觉得音乐是需要交流和实践的 所以希望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前辈们学习 通过跟不同前辈的合作 吸收不同的知识吧 去找谁我我我 啊 再继续写歌 比较认同真实的是自己可贵的品质 少年的年纪嘛就应该有少年的样子 这个不是说我要守护而是顺其自然的 不会对自己说去拔苗助长 但是也不是去拒绝成熟这样 今天买了套滑雪服 穿睡衣 测躺 喜欢晚上 我觉得一定有 夏天 煎牛排 煎带雨 就看到了一个很好笑的微博 QQ音乐让生活充满音乐 大家好我是王源 聆听我的音乐故事就在月见大牌 我开心 就是 是 是 是